曾经登上世界男双冠军宝座的我国羽球名将陈崇明接受与总委托负责训练国家队的女双 他有信心能够和另外两名女双教练合作无鉴 希望提高女双组合实力带来好成绩 陈崇明接受首要媒体第三电视专访时不愿意给予太多的评论 只是表明还需要时间和教练总监黄宗翰 女双教练陈宜慧和黄佩蒂坐下来讨论 因为唯有了解我国女双组合之后才能够指导调整 由于他和陈仪慧和黄佩蒂都是同梯国手 也时常一起训练 因此相信三人合作没有问题 这是陈崇明相隔12年之后再次回到国家队 而且是以女双总教练的身份回归 他其实早前接受了日本羽球俱乐部的执教委托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加上好友黄宗翰的邀约 最终决定加入国家队